奧運本來是象徵世界和平、友誼和追求卓越 但中共利用奧運用獎牌的數量來粉飾中共的統治 不過最近有多家傳媒報導 中共體育局的官員 全粹在巴黎奧運期間出逃申請政治庇護 令一直想藉著奧運為自己的極權政治體制 做宣傳的中共刁盡顏面、反面宣傳 這件事是怎麽發生的呢? 到底怎麽會傳出這件事呢? 我們等一會和大家看看 另外中共戰狼外交官趙立堅的妻子 在微博上就說他幻想了癌症末期 本來是很值得令人同情的事情 但說了一番話之後 就引起了網民負面的評論 究竟是什麽回事呢?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不過內 我是Vitro 黃瑞秋 今天的話題都是圍繞著奧運的 為在全世界目光聚焦的奧運會上 美化中共的極權統治 中共將運動員當作為完成政治任務的奪金機器 每年從全國各地 尤其是貧困的地方挑選小朋友出來 用極端的高強度訓練 淘汰那些沒辦法適應的小朋友 為了打造可以奪得獎牌的選手 長時間嚴耗的訓練 加上缺乏文化教育 那些所謂的想文化課是得過扯過的 令很多運動員過了他的最佳競技年齡 就被中共拋棄了 他帶著傷患 缺乏文化教育 很多都沒有謀生的辦法 就出現了很多下場悲慘的例子 現實裡沒有那麼多國精精 很多冠軍運動員在退役後 幾乎就銷聲匿跡 有些窮困遼倒 有些就重傷殘疾 在沒辦法之下 還要變賣金牌 甚至被迫為了新計 在街頭賣藝 令人唏噓不宜 在右邊的是 國際馬拉松比賽亞軍國平 因為超強度的訓練 導致他的腳趾幾乎殘疾 腳傷令到他沒辦法工作 生活非常困難 為了謀生 他爸爸做了非常危險的煤礦貢 劉飛在世界技巧錦標賽 女子三人項目冠軍 他說在世界冠軍領長台上時 他怎麼都沒想到 當他退役的那天 就是他艱難生活的開始 因為訓練一身病 肩膀上關了皮下脂肪扭 關節又脫位 一到陰天下雨時就開始痛 平時走路走多了 工作大力一點都非常痛 拿過很多國際馬拉松獎牌的艾東梅 因為訓練導致雙腳殘疾 退役後 為了謀生 他網上公開表示 願意將自己所有的獎牌出售 為了謀生 他一度在外面擺地攤 因為很多人認得出他 他攤位有很多人圍觀 傳媒披露了他的故事後 引起了很多人的反響 不久在各界援助下 他開了一間時裝店 不過因為生意不好 喀東梅又回了他的家鄉 然後他上級部門 為他當地的鐵路系統 找了一份工作做 做梅勞工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梅勞工 這些就是梅勞工 還有很多例子我就不一一講 巴黎奧運會現在還在進行中 但就傳出 有帶隊出國參加奧運會的 中共官員袁浩然出圖 在法國道申請政治庇護 這件事情很多傳媒都有報導 以目前來說 暫時還沒有當事人出面證實 但外界就認為可能性是挺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官員出途去到外國 對中共來說 是一件非常無面的事情 也刺痛了中共的弱點 讓所有人都知道 中共不得人心 所以中共自然會非常敏感 如果這件事是謠傳的話 他沒有出途 還跟著中共 又或者現在 人身受到中共控制著的話 按照中共以前慣常的做法 一定會有些闢謠的行動 例如說 不刻意出一張照片或一段影片出來 就顯示 例如跟別人慶祝生日 跟誰搭波頭拍照 去哪個景點打卡 出這些照片當然是為了闢謠 不過 這件事是5號傳出來 到現在已經3天了 中共還未出來闢謠 就很不尋常 所以外界就推斷了 可能中共根本就沒辦法闢謠 因為人可能真的走了 中共就沒辦法 問題就來了 為何會傳出這件事出來呢 袁浩然是今年3月份開始 擔任中共國家體育總局自行車 及激健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 所以這次就帶隊參加巴黎奧運 他之前一直都是負責游泳那方面 曾經擔任過中共國家體育總局 游泳運動管理中心游泳部主任 是游泳項目的裁判員 亦是國際級仲裁 這件事就是跟游泳有關係 中國游泳隊因為禁藥而運 在巴黎奧運動接受了很多次興奮劑的檢測 大陸的網友認為這是針對中國的游泳隊 認為不公平 之後在大陸網上封傳一些圖片 說美國的游泳選手游泳後 面色是粉紅色和髮紙 我們看看左邊是國際社會播出的畫面 而右邊是大陸傳出的畫面 到8月2日時 袁浩然用微博帳戶叫混合泳 發了一個貼文出來說 他認為真實情況不是好事 大陸人在電視上看到的 他說他坐在離遊泳池最近的地方 但真的沒有注意到有這件事 他拿了官方攝影的圖片出來比較 發現官方的圖片和大陸的圖片有分別 官方的圖片沒有大陸的圖片那麼粉紅色 他還分析了可能性出來 包括他認為粉紅色是巴黎奧運會主景的顏色 游泳館有很多燈都是粉紅色 榮手可能被粉紅色的燈照射到 又或是大陸的轉播平台將畫面調色 結果這番說話引起小粉紅的圍攻 說他是為外國人說話 偏袒美國 是體制內的反賊 甚至有人向中紀委舉報他 憤怒的小粉紅還抄襲袁浩然之前微博出來攻擊他 例如袁浩然曾經嘲諷中共的空軍簽拾事故 和中共的火箭和太空艙 和嘲諷過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 中共軍方搞的所謂對台軍演 有一次中共官媒曾報道聲稱說 俄羅斯黑客入侵了世界反興奮劑組織 說發現美國運動員用禁藥 袁浩然批評這篇報道 說中共官媒沒有調查在斷章取義 在2016年袁浩然去日本工作時 他微博稱讚日本人平靜和自信 和中國人的躁動和不安形成對比 他在微博還表達過對中共政策的嘲諷 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 取消了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 改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總局 袁浩然在2013年在微博說 最精簡的辦法就是撤消所有部位 解散國務院 將所有的職能轉入萬能的國家法改位 本來這些言論在國際社會上很正常 是基本的邏輯 但這些言論跟中共官方想帶的方向不同 有分析認為 本來袁浩然這些陳年的舊言論 當時沒有多少人關注 好了 現在小粉紅吵得這麼厲害 把這些言論全拆除後 反而更多人看到這些中共不想人提到的事情 等於說 小粉紅幫中共做反向宣傳 這件事越鬧越大 輿論越來越厲害 當然壓力越來越大 過了兩天 在8月4日時 然後袁浩然將他的微博三千多則內容全部清掉 還關閉了他的微博帳戶 之後他的微博帳戶又被微博封禁了 然後第二天 在8月5日時 網上傳出消息說 袁浩然將會申請法國的政治庇護 不再回中國接受中共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再到第二天 8月6日時 中共國家體育總局有關的負責人聲稱 體育總局已經關注到袁浩然的不當言論 和開始調查處理 中共官方沒有回應 究竟申請政治庇護的傳言是否事實 但也沒有像以前一樣 立即出來強硬闢謠 令袁浩然申請政治庇護出途的說法 就增加了可能性 我見網上有人說 會不會是袁浩然一早就有出途的打算呢 袁浩然這些經常都會帶團出國的官員 是經常有機會出去的 現在傳出他巴黎奧運到出途 可能判斷現在目前的形勢和壓力 反對中國大陸都是要遭殃的了 另外說說中共外交部前戰狼發言人趙立堅 她是妻子湯天瑜 在8月5日時在微博說 在去年6月初確診了 幻想乳腺癌第五期 現在已經做過兩次手術了 因為不想再辛苦 她決定放棄西醫治療 轉為中醫條理 醫生跟她說 如果不接受化療的話 生命期只剩下半年 其實不論這個人以前的表現是怎樣都好 被人評價好還是壞都好 除非是殺人狂魔 如果不是的話 始終人命關天 生命是可貴 應該是受到珍惜的 但網民似乎對湯天瑜有其他話跟她說 湯天瑜在鋪道說 她發現癌症時 醫生叫她立刻入院做手術 說病情發展得特別快 很危險 她說為了國家和公司 她跟醫生商量 將手術推遲7至10天 說先去巴基斯坦 完成與總理參與的簽約 再接受治療 她形容說是使命必達 有網民說 希望她早日康復 不要動不動 就說為了國家 她還未達到那個層次 有人諷刺她說 為了國家 個人的安危不足掛齒 這些小病算什麼呢 有人說不要矯情 不要自我感動 好好治療 早日康復 為何她對湯天瑜這個態度呢 是因為反感 湯天瑜為了中共偽造的 所謂的愛國情懷 在自我感動 在盲目地擁護中共 而且還對外銷售出去 在道德綁架這種情緒和思維 銷售給中國人 中共就不等於中國 也不代表中國人民 但是中共就無間斷地宣傳 灌輸和偷換概念 混淆了中共和中國 將外國和外黨 就強行捆綁在一起 成為中共維持統治的工具 說到中共外交部 以下條影片 我網上見到 覺得也挺有道理的 就是解讀中共外交部的外交辭令 我覺得好多外交辭令 我都聽不懂它的真實含義 比如呢 比如親切友好的交談 就寒暄一下沒談正事 坦率交談 分歧很大 交換了意見 就是各說各的 充分交換了意見 吵得很激烈 增進了雙方的了解 認識有分歧 會談是有益的 雖然說意見不合 能坐下來談就很好 使保留態度 不能同意 尊重 不太同意 贊賞 不禁同意 遺憾 不滿 不愉快 激烈的衝突 表示極大的憤慨 現在我拿你沒辦法 嚴重關切 可能要干預 不能置之不理 即將干涉 保留做出 進一步反映的權利 我們將報復 我們將重新考慮 這一問題的立場 我們已經改變了 原來的友好政策 拭目以待 最後警告 請於某月某日前 予以答覆 最後警告 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 將由某某負責 又是最後警告 這是我們萬萬不能容忍的 還是最後警告 這是不友好的行動 依然是最後警告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是最後警告 懸崖勒馬 真是最後警告 污畏言之不欲也 這回是真打 自古以來 這事沒商量 堅決反對 意思下得了 不要無事生非 我知道你想挑事 隨便 不針對有關國家 沒錯 就是針對你的國家 關於某某問題 建議你向某某了解 我知道 就是不告訴你 我不回答假設性問題 這能跟你說嗎 我們對此不做評論 關我屁事 明白沒有 以後見到外交辭令 就知道中共是什麼意思了 以下還有十個 中共的暗語 背後的意思大家就要看下了 十句暗語 眼光放長遠 這次好處肯定沒你 七 說下次考慮你 下輩子你也沒信 八 說對事不對人 他就是對人 而且還是對你 九 說大家對你有意見 就是他對你有意見 十 說有意見儘管提 他是想看誰對他有意見 時間過得快 又是時候說拜拜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今天說到這裡 拜拜 Benedetti 兒子 說自己不信任 我是 乃子 聽不知 說人 聽不知 說人 他說人 說人 說人